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南京西路延安西路口 这里是南京西路的一个出发点 这里有一组雕像 是像等车的样子 都戴着口罩 前面就是延安西路高架 这里有人行道逛马路 马路对面有一个绿地花园 这里就是六三路终点站 这里是开往真北路的 隔日可以到真北路方向了 老人一路 马路对面是一个老饭店 过去的名字叫乐意饭店 后来改为华山饭店 现在再重新装修 饭店过去有一个餐厅 好像有一个夜总会 就在这里 今天我将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电视台 带大家逛逛走走看看 这里是静安区的最精华的地段 前面的方向就是乌鲁木齐北路 这里有一个街心花园 它是一个三角花园 后面那条小路叫永园路 是一条非常小的路 这里就是街心花园 装扮得非常漂亮 记得过去静安市的得利车行 曾经搬迁到这里过 现在这里的得利车行 就再也找不到了 这里地上记载着永园路的历史 它过去叫西永泉邦小路 因为静安市前的一个井而得名 这就是现在的永园路 一条很小的马路 很多人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这条路的历史 前面就是乌鲁木齐北路 这里有一家山羊南货商店 西亚鲁木商店 在静安市也是很有名的 过去记得是开在百乐门大酒店下面的 现在被搬过来了 这里就是乌鲁木齐北路 这里就是乌鲁木齐北路 我往前走 我的右方向就是少年宫的后门 上海是四少年宫 这里就是四少年宫的后门 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来过六一篇火晚会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最美好的记忆 这里面就是少年宫 这里面就是少年宫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这里有一家上海一号餐馆 我也曾经来过这里 在洛杉矶圣盖伯也有个上海一号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人 这里有一幢新造的大楼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大楼底下有一家法拉利的汽车展示厅 这里有个门派号码1788 可能是过去这条路的号码 老静安一定知道 静安市少年宫后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静安玉石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过去这里是都是旧房子 小弄堂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双高楼就是惠德峰大厦 这里的位置就是过去老上海都知道的 猪夸张币风堂 猪家装币风堂 这种光 切雅秀 生意非常火爆 就是在这个位置 前面就是金安市 对面就是百乐门大酒店 对面就是金安市 和九光百货 这里是九光百货 地铁二号线就在下面 商业氛围都非常的好 人气非常的旺 我又来到金安公园了 我继续往前走 往南京西路 波特曼大酒店的方向走 前面是机场航站楼 前面是机场航站楼 这里过去坐车去机场的 这里是内欧百货 这里是内欧百货 这里有一个地铁站口 前面就是长德路了 里面的客人 现在是大阶子 又是开心的 就是一个地铁站 传统的 相产百货 最后大阶子 就是整理 这里有一个城市雕塑 一个外的钟 我去长德路看一下 那里的长德公寓 这里就是长德路 这里有一个书法 这里是长德路195号 这座公寓原名叫阿林顿公寓 建于1936年 张爱玲就是住在这里 这庄楼的五楼 我到长德路的对面去 前面的马路叫鱼园东路 一条小马路 过去开了很多餐馆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现在过马路 车都堵着 从车里面穿梭 从车里面穿梭而过 对面这庄楼就是长德公寓 张爱玲的故居 据说是住在五楼 她跟湖南城结婚也是在这里生活过 她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30年代 她的小说现在已经非常风靡 脏迷很多 我又回到了南京西路 这个拐角 不知道大家知道 过去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餐馆 南京西路长德路路口 前面这里的位置 就是老上海都知道的金安分局 景为分局 这里是过去金安分局的地方 对面就是加力中心 都是奢侈品商店 这也是金安商圈最著名的商业街区 加力中心这个位置过去有一家叫 金益家具店的东风沙发厂 不知道老金安是不是知道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东海广场了 这里就是东海广场了 东海广场 这里有一条休闲街 东海广场 就在这里 后面的大楼就是东海广场 加力中心 前面就是同轮路 同轮路靠近延安西路那边 过去有酒吧一条街 现在都拆掉了 前面就是波特曼大酒店 老上海都应该记得 波特曼大酒店在上海滩过去 非常的 非常的牛 这里的绿化非常的好 这里面的洋楼就是上海外办 外事办事处就在这里 前面就是波特曼大酒店 当年的五星级酒店 里面的建筑设计风格有点像 大闹天空的天宫 都有红色的柱子 当年在上海滩是非常的出名 老上海在晚上夏天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都到这里来 纳凉 补浪器 因为酒店里面有很多冷气会出来 这里有东风和西风两栋 都是一些外资机构 外商办事处在这里办公 前面就是有一会堂 我们小时候教它是 中树友好大厂 各种展会展览都是在这里 现在上海最大的 拨展中心已经建成了 很多展会都不在这里开了 这就是波特曼出来的一个车道 现在可能已经不叫波特曼了 是不是叫立志大酒店 我不是很清楚 里面过去有一家百家超市 那时候上海还没有超市的时候 它最早就有了 第一次进百家超市 感觉非常的新鲜 就是在这个波特曼里面 这里边还有一个剧场 可以看电影之类的 曾经进去看过 九十年代上海滩最有名的大酒店 现在就应该是波特曼了 前面就是恒隆广场 也是金安区商圈最高档的一个购物中心 我的左边就是景昌文化大酒店 现在外墙都做了玻璃磨墙 恒隆广场也造了两栋了 前面一栋和后面一栋 前面就是西康路跟南京西路 交界的地方 这里是荒隆广场 这里是荒隆广场 既然去商圈最精华的部分 就应该在这里了 这里有AOV专卖店 荒隆广场都是一线品牌 荒隆广场的隔壁就是中兴泰府 陕西北路 荒隆广场 十几年前这里还有一个喷水的池 现在都拆掉了 变得空旷了 前面一栋是叫精英大厦 它里面都是小户型建筑 过去卖楼的时候也是非常火爆 这一栋叫中兴泰府 陕西北路 南京路 这里过去是平安电影院 现在底下全部改建成了杂拉的专卖店 还有隔壁的著名的珠江饭店 现在也没有了 我们去中兴泰府 这里马路口对面过去一直有一家景德镇磁器店的 现在没有了 对面有蓝堂皮鞋店 还有上海过去有一家叫博布的也是卖皮鞋的 博布跟蓝堂 雷当比亚 雷当比亚在上海是非常出名的 但现在被新的时尚潮流吞没了 中兴泰府好像在改建 全部又围了围墙 里面再装修 前面的老房子叫安乐坊 南京西路1129路 这里是正江饭店 正干位底 现在改名叫新正江饭店 我现在已经到了江宁路南京西路口 这里就是梅龙镇广场 梅龙镇广场的正门 就是江宁路口 过去是有一家上海书店 但是三十多年前了 就在这个路口 这里过马路 这里就是梅龙镇广场 过去梅龙镇广场 旁边都是小的商铺 有一家叫亨生西服店 这里是上海书店 我过去在威海路上班 所以经常来梅龙镇广场 前面有一条小马路叫南汇路 这条路中午的时候非常冷了 都吃午饭 吃粥饭的时候 这里声音非常火 对面的铁门就是金安别墅 可以一直通到威海路 这里就是凯斯令 冒名路 冒名路路口 过去这栋房子叫向阳儿童商店 卖小朋友的东西的 前面就是无江路步行街 据说步行街已经在重新改造了 这里是地铁二号线的石门一路站 冒名北路 无江路已经成为步行街了 这里 这里警察在查什么东西 这里就是冒名北路 无江路地铁口 无江路步行街 也是金安区的一个景点 中午吃饭休闲 这里附近上班的人很多 这栋楼上有很多小吃店 都在这个楼上 但无江路这一端已经围起来了 要重新改造 这里是太新路 无江路 这栋楼里面有叫沈家鱼头网 我来吃过 我来吃过 旁边这栋楼有一年好像发生火灾 就在这里 是一栋老房子 无江路三十年前是一个小菜场 我中学的时候就是在渭海路名利中学读书 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在名利中学读书 这里的小菜场很热闹 无江路是上海滩过去最弯弯区区的一条路 现在它的道路要重新改建 前面有一家红宝石 现在都重新要改造了 无江路东段过石门路 那个时候小杨生煎在那边非常的火爆 小杨生煎也是从无江路开始发起来的 那时候下午买生煎的人不得了 排舱队 因为隔壁有电视台 电视台的人都喜欢去小杨生煎 但现在小杨生煎的口味很多人不喜欢 说它肉馅太油了 我也是不喜欢 它在上海已经开了很多很多连锁店 前面就是石门一路路口 这里后面有一个王家沙点心店 我经常来这里吃锅贴面 王家沙点心店 前面就是石门一路 石门一路已经焕蓝一新 简直不认识了 过去是皮草一条街 都是卖皮草的 现在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前面就是大中理 他们进行了拆迁 这栋商业大楼叫新业太古会 也是这几年新造的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这栋楼叫金安四季 在地铁上面 当时开盘的时候卖四万块 现在已经是天价了 新业太古会 这里的招商好像还不是很好 这就是过去的石门一路 无法想象 差不多我就走到这里 前面就是微海路了 这个太古会也是体量非常大 下面都是高档商铺 上面是办公楼 上海的主动车实在是太多 开起来像飞快 有的网友提出来 如果上海禁止了这些小电驴 上海就又会上一个台阶 我觉得也是 这里都是电动车 影响美观 也影响污染环境 前面就是石门一路 南京西路口 斜队队 peace 斜队队面就是 弯阳路 凤阳路 过去对面有一家 新华电影院 现在应该找不到了 这都被外墙包裹的 过去就是一个老公寓 楼下有宋清零少儿图书馆 老上海都应该知道 这里的街头有一点节日的气象 这里都是装点的非常喜庆 这双楼的特点是一个圆切成一半 半个圆 下面是工商银行 今天王家是要排长队 都是来办糕点的 元宵 可能是来办元宵的 买鱼汁 这里都是老居民 在这里买 王家是门口今天 开满了堂队 这段南京西路已经被冷落了 过去前面有一家点心店 是不是叫洪田兴呢 洪田兴点心店 还有这个位置是上海电视机商店 三四年前这里的生意非常火爆 现在被吴江路步行街所代替了 前面还有一家著名的第一西布里亚皮草行 也是老上海都知道的 前面就是泰兴路 泰兴大楼 这里有一个电讯大楼 过去买手机 这家都在这里 那时候都有黄牛在门口贩卖手机 就在泰兴路口 现在手机不需要黄牛贩卖了 金安商圈这一条街 我今天就走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